兄弟们 口袋还剩100块钱 去想卖部买点玩具来玩玩吧 哎 兄弟们 你们看 看我发现了啥 这不是最新迷你特工对超级战警厉害的巡逻战警吗 哎 但是他的手臂怎么都不见了 你们看 其他都在的 就这个手臂不见了啊 那我们找找看 手臂肯定是在这边上的好吧 哎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好像没有 这桶子里面我们看一下 也好像也没有 哎 兄弟们 你们看 看我发现了啥 这上面好像有个东西 但这里好像太高了 太高了 好像 这个好像 太高了 哎 哎 我去 我拿到了 兄弟们 哎 这不是巡逻战警的这个 左臂吗 哎 被我发现了 找到了 我们先放边上啊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右臂在哪里 我们再找一下看啊 这边好像没有 这边好像也没有 哎 兄弟们 你们看 看到没有 这发现了啥 哎 但是好像这里也是太高了 太高了 差一点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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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到了 兄弟们 哇塞 这不就巡逻战警呢 右手臂吗 哇塞 两个都找到了 但是还有他的徽章和武器没找到哎 那我们再去找一下看 他的徽章和武器啊 应该就在某个地方了 你们看 看看这里有没有 这里好像没有 这三轮车上有没有看一下 哎 兄弟们 你们看 这不就在这里吗 徽章武器全部在这里 你们看 这一套就起了呀 兄弟们 哇塞 赶紧拿玩具回家玩吧 剪的玩具到家了 首先我们给他先装起来 左臂 右臂 武器装上 然后这个颈灰可以别在我们的腰上和我们的胸前啊 这款玩具也是高度还原的动画片角色形象啊 外观十分的炫酷 而且呢 他的手臂 腿部都是可以灵活摆动的 现在巡逻战境是战斗模式 我们把它变形成战备模式吧 首先把武器拿掉 两个脚往下翻 再把武器扣在这里 然后这里翻折90度 再向上翻折 这里再翻折过去 然后把这里打开 推过去 手臂旋转 向上翻折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把这个部件往前翻过来 这边也是一样 把这个紧帽 扣紧 然后这个地方有卡扣的 也给它扣紧 最后把徽章 折一下 当做它的底座 然后把头 换上去 这样巡逻战境的战备模式就变成完成了 看上去也太帅了吧 足足一个机器人就变成了一个头啊 哇塞 这个眼睛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迷你特攻队 超级战警 出动 巡逻战警 登场 迷你特攻队之超级战警力量 赶紧集合队友保卫我们的城市吧